这部电影揭露了一个吃人的地方,那就是娱乐圈,导演用光鲜亮丽的色调讲述了一个丑陋阴暗的故事。 年轻的杰西独自来到洛杉矶长大,他什么都不会,只有美貌,就是别人口中的花瓶,他正在拍摄用来投简历的照片,在拍摄时他认识了化妆师卢比,卢比特别喜欢杰西,还带他这个新人去参加酒局,认识一些有名气的前辈们。 面前这对满脸玻尿酸和半永久的姐妹花叫莎莎和琪琪,也许是嫉妒杰西陈天然的美貌,他们并不愿意与杰西结交,最后酒局不喊而散。 次日,杰西去到一个经纪公司应聘,面试官对他非常满意,立刻叫来摄影师要为他单独拍摄一组照片,这是一个好的开始,只不过晚上杰西回到出租屋时,却发现房间乱作一团,吓得他立刻喊来了管理员。 巡视过后才发现是一头狮子闯了进来,一头会吃人的充满了危险的狮子,这头狮子的名字叫娱乐圈,寓意着他平静的生活正在被一个危险的东西给打破。 隔天,杰西开始上班了,如比精心地为他画了一个美艳的妆容,摄影师在杰西的身上看到了无限的美丽,随后他侵退了现场的工作人员,让杰西脱光了自己的衣服,并亲手在他身上涂上金色颜料,认认真真地为他拍摄了一组完美的作品。 摄影师对杰西的青睐,对姐妹花知道了,他们疯狂地嫉妒杰西,担心他会抢走他们的饭了。 这不,担心什么就来什么,下一次的试镜,杰西竟然跟姐妹花相遇了,知名服装设计师原本对谁都不满意,对姐妹花更是懒得看一眼,但是一看到杰西,瞬间两眼放光,并毫不犹豫地选择了他作为压轴在走秀上出场。 在舞台灯光如梦如晃的照耀下,杰西气场全开,展现出高贵冷艳摄人心魄的美丽,仿佛马上就要开启他光辉夺目的摩托生涯。 设计师邀请了所有人一起吃饭,其中包括姐妹花和杰西男朋友,饭桌上男友与设计师对于什么是美展开的讨论。 设计师夸奖了杰西的美,并调侃了琪琪的张相,这下更加深了琪琪的怨恨,而男友却认为美来自内心,但设计师认为如果没有美丽的外表,他根本不会多看杰西一眼。 这让男友感到了冒犯,立即带着杰西离开了,晚上杰西一个人在旅馆里,他突然听到隔壁女孩被旅馆老板侵犯的叫声,这不正暗示着娱乐圈潜规则的乱象随处可见吗? 他还怕极了,连夜逃到卢比的家中,没想到卢比竟然缠杰西的身体很久了,这么大一个美人半夜跑到自己家里来,卢比可不淡定了,但是杰西拒绝了卢比的爱意,还把他退下了床。 这让卢比心中的爱化为了怨恨,他默默地离开了自己的家,他去了哪里呢?原来他还有一个职业,就是给死人化妆,他去到了自己工作的同时房,在尸体身上发现对杰西的爱,要是杰西也像尸体那么听话就好了。 卢比突然有了一个阴暗的想法,空荡的别墅中,杰西没有丝毫警觉,依然陶醉在自我的迷恋之中,他甚至将这里当成了自己的家。 此时,卢比带着姐妹花回来了,三人合理把杰西围困在泳池旁,把自负膨胀的他推入了无水的泳池里。 就这样,杰西的美丽连带生命意气终结了,随后他们分拾了杰西的血肉,仿佛这样就能得到他的美丽。 之后,卢比用水冲洗别墅,并将自己埋进了花园的泥土里,随杰西而去了。 而姐妹花的事业竟然真的有了起色,连最出名的摄影师都来找他们拍照,只不过杰西看到泳池,竟然条件反射的想要呕吐。 最后他吐出了全部的肉,看来杰西的美丽他无福消瘦了,他心态崩了,自杀了,随后沙沙赶来,看着死去的琪琪他命无表情,然后捡起了杰西的眼珠子,吃了下去,扬长而去。 是不是暗示了在这个圈子里,只有对自己最狠的人才能下到最后呢? 你们是怎么理解的呢?关注我,带你看更多电影哦!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